来关新鲜的天气 今天转为吹西南风的环境 自然就带进了比较多的水气 因此在中南部地区 明显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 是整天不定时都有震雨出现 降雨的时间比昨天更长 范围也比昨天更广了 而且云浪也偏多 因此高温只有大约32度左右 但是中部以北情况就大不同了 晴朗而且比昨天还要更热 高温上看37度 电量降水图就明显看到了 中南部降雨的时间范围 还有强度都比起昨天再升级 不管是山区还是平地都是如此 但是中部以北来说 主要还是集中在山区的 午后雷震雨为主 平地的部分大多都是晴朗而炎热的 而到了入夜到清晨 迎风面的西南部 还是持续有震雨出现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南高平地区 同时在年度大潮的影响之下 沿海低洼还是要持续留意 有海水倒灌的情况 另外高温来说呢 警示范围和昨天是差不多的 都集中在 位在西南风被风侧的双北 还有在东半部一带 因为西南风过了林口台地之后呢 会在台北盆地造成下沉增温 东半部也是如此了 西南风过了中央山脉之后 在台东大午可能就会出现粉风 都有37度以上极端高温的可能 一定要留意中暑的风险 而未来几天的走势来说呢 中南部这样不稳定的天气形态 震雨偏多的情况 会一直维持到下周一 下周二开始 降雨就会逐渐的趋缓了 而到了下周四跟五 高压持续增强之下 各地又会回到标准午后 雷震雨的天气了 白天就会很热 小弟你要告诉大家 在南部地区 雨驱行车要特别的当心 而年度大潮来袭 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 接下来带你关心 今天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午茶净 午茶 争 寥